好,接下来我们来做成绩单里面的个人成绩总分 我们开启范例档 这边范例档呢,要叫我们做总分的计算 好,这边呢,已经有学生的资料 有七颗的分数 那我们怎么来计算它的加总呢 这边已经有公式了 公式就前面我们所讲的适者运算 那方法呢,我用第二个学生为例 按等于 等于之后代表是要计算 接下来呢,把第一个分数 它是显示B4 加上第二个分数 加上第三分数 加第四个分数 加第五个分数 加第六 加第七个分数 好了,就按Enter 这是用数学的计算 加法计算 这边呢,我们讲是 用函数来计算 那函数来计算的话呢 有一个很快的方式 就是这里有一个西格玛 小计 那西格玛的方式呢 必须了解它幻尾 必须了解它幻尾 它的资料的起头跟结束 比如说,以这里来看它的交种呢 应该是从B 从C4到I4 好,从这一格的计算呢 先移到 这一格点一下 再点这边的Sigma 这边呢 这边呢 资料是不对的 那你点选 C4到I4 出现西财式的 Hinter 这个方式呢 同时也是使用函数 那函数在哪里呢 我们用下一个为例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它的函数评成 是前面这个英文字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呢 点这边是 函数精灵 好 那这边呢 选到数学 分类地方 选到数学 好 数学这边呢 选到 加种 SUM 好 我们 按下一步 下一步的话呢 这里的数字1 就是一个范围 它引述范围呢 是这个学生 它的坐标应该是 从C5到I5 所以 有方式呢 在这边输入 C5 冒号I5 或者呢 你用点选的方式 点选这边的坐标 C5到I5 这样也是可以 按确定 好 好 那我们左边是用 数学的交法 右边是使用函数 那 我们继续把它算出来 好 用填满空点 记得 一定要有 计算公式的 来点查用 这个计算公式的 点它 往下拉 目前呢 是两个都会一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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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